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鼠光分析说 普京发动俄国战争 让一盘散沙的欧洲迅速的凝结起来 共同对抗俄罗斯 金正恩天天的四射导弹 促成了四仇日韩 握手迎合 习近平借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 发动了黄台军演 反而让全世界民主国家关注台湾的安全 黄鼠光提醒中国人和全世界 俄罗斯 中国和朝鲜已经结成了邪恶主心 普京 习近平 金正恩 真的很傻吗 似乎这样说也有道理 我们就要来掰扯掰扯 先说普京 普京从叶利勤手中接过权力 就爱不释手 哈哈 你说任期到了 那你就下台呀 别 这哥们和总理维德梅杰夫玩起了全力二人状 一直赖着克里姆的功不出来 后来他成天做梦 什么沙皇梦 前苏联梦 2014年还把人家乌克兰的领土 克里米亚给抢了过来 你抢人家的东西 杀人越货 乌克兰当然知道你还会来抢 于是就准备好了子弹和炮弹 要猎狼 果然 2022年2月 普京又惦记上了乌克兰 故技从事 结果东西没抢到 还被打到一个狗肯尼 所以说非常的惨 让十几万的俄罗斯青年是命上皇权 普京大家都知道 有一句名言叫 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但是二十年过去了 俄罗斯人才发现 俄罗斯是越来越穷 牛皮就这样吹破了 现在好 进退两难 想当初俄罗斯姑娘到处在高唱 要价就价普京 现在反过来了 要价就价 折连斯基 你说普京不是一个大傻瓜 是什么呢 我们再说金正恩 北朝鲜的荡丸之地 打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 把整个朝鲜人都给关在里面 本来封闭洗脑 是可以保证金家王朝世代相传的 但是哥们天天鼓倒 核武器 导弹 一天不放导弹 他就浑身痒痒 川普认上呢 金正恩还找中国建了一架飞机 飞到新加坡 与川普啊 装模作样要谈谈 但是到了拜登认上 这哥们就惨了 因为拜登压根就不搭理他 于是呢 他就杀人 先在马来西亚毒杀的哥哥金正恩 又将姑父张成泽给炮绝了 什么叫炮绝啊 就是把他放在炮弹里 或者说就用炮弹去打人 打得你这个尸骨无成 叫炮绝 明明他是靠中国养着 才长得这么胖 但他却对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 中国人都是骗子 你说这金正恩不是缺心眼 是什么呢 我们再说说习近平 韬光养晦几十年 虽然他废了邓下平的外交韬光养晦 但这哥们可真是一个深得韬光养晦的真传 要是不韬光养晦 他能当上储君吗 早就被江泽民给干掉了 是吧 所以他好不容易靠鸡骨传花 得到了权力 按理说 当官不为民作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 但这哥们偏好折腾 什么国际民退啊 战狼外交啊 武统台湾啊 种族灭绝啊 哎呀 把中国人折腾的都不知道什么是北了 一个好端端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硬是给折腾的奄奄一息 所以这习近平呢 这哥们就是一片瓦 放到哪里 哪里垮呀 特别是三年的疫情风控 嘿 他偏要跟病毒过不去 然后我就要能定升天 我就要掐死你 但病毒呢 历史比人类都长 你怎么能够消灭病毒呢 没关系 咱们呢 就用大炮打蚊子 拿着防毒液到天空上去奋 所以这哥们也是有病啊 结果呢 病毒啊 是越来越冰墙马壮 中国的经济死了 人民的心啊 也死悄悄了 其实混完这十年 回家 叫做 这个回家呀 寒一弄孙 你说该多好啊 所以这习近平不是吃错了药 又是怎样的呢 所以这样一说呀 别人就说 老三个 在你的眼里 这三个伙计啊 都有病啊 都犯傻 但事实上嘛 我们换一个视角 你会发现 嘿 他们其实并不傻 此话真讲 且听我慢慢到来 花开两朵 我们还是各表一枝 先说普京 1991年苏联解体 苏联人告别了极权制度 开始走向宪政民主新时代 但是呢 这个转型的成本呢 也忒低了 没动一枪一刀啊 苏联人有点懵 站在两个时代 十字路口 两个时代 一个是旧 苏联时代 另一个是新的宪政民主时代 苏联人啊 可以说是一条腿 还在前苏联 另一条腿啊 就迈入了新时代 思路与兴起 熟悉与恐惧交织在一起 大家有兴趣 可以看一个白俄罗斯 这个作家写的书 叫《二手时间》 就是写的呀 苏联解体后 苏联人的心态 他们呢 需要一个政治强能 重温前苏联大国气派 因为这涉及到他们的尊严 和荣誉啊 我曾经呢 跟一个 也是长辈了 去谈 因为他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 一直啊 叫 以此为庸 对我们来说呢 叫 不提当年勇 好汉不提当年勇 但是我告诉他 我说了 这不是事实 事实上是 抗美援朝 本来就是一场不正义的战争 你们都是被欺骗着 到现在都八十多岁了 还没有清晰 但是他是不承认的 最后拒绝对话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这 我一生之的荣耀的事 你跟他说你这犯了啥 那你说他能接受吗 这涉及到他的青春 他的荣誉 和他的至尊 普京啊 是看懂了俄罗斯人 他知道俄罗斯人 是一半是新的 一半是旧的 他就通过侵略克里米亚 各位得来全部 费功夫 克里米亚可是宝地啊 因为他有出海口啊 普京啊 这样就走到了他人生的顶峰 他还需要给俄罗斯人 再打一剂 强行针 从宪政民族 返回到沙皇帝国 让他成为新的彼得大帝 于是呢 吃狮子 拿远的捏 吃远的 于是核武战争爆发了 但是普京没想到 泽连世纪这个喜剧演员 居然将世界作为他的舞台 上演了一部经典的反击侵略者的大片 整个欧洲啊 像做了模式的 重新凝聚起来 普京这时啊 他也懵了 明明自己是天选之能 怎么又杀出来一个 折连世纪呢 于是感叹 寄生于 何生亮啊 好 我们再说说金正恩 金正恩的老爹 金正日啊 要蹲腿上西天 因为太胖了 临时啊 写下了两个字 叫遗嘱啊 两个字 哪两个字 撒 淡 金正恩拿着就不明白啊 撒就是撒人的撒 淡就是鸡蛋的淡 这啥意思呢 就找人去猜 有人说啊 可能是撒淡 也就是朝鲜 一定要崇拜 撒淡恶魔 也有的人说呢 可能就是开玩笑 说了这一生呢 他就是个撒淡 最后呢 这个金正恩呢 天天看着 撒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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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也变成了撒淡 他渐渐明白了 撒淡啊 撒淡啊 意思就是啊 对内统治 要杀人 杀人如麻 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怕你 这叫恐惧 对外呢 要开发导弹 要有核武器 威慑 其实啊 北朝鲜呢 利用导弹和核武器 讹诈外国 是不是金正恩开始的 而是他的老爸 金正日 在1999年呢 1月 朝鲜就曾经希望呢 与以色列交易 飞弹击取 开价10亿美元 后来啊 这个以色列你看 那是多么聪明的国家 跟他谈了几次 朝鲜说 你要不要我就卖给中东 中东的国家 那都 要的多的去了 什么叙利亚呀 伊朗啊 都等着战 我还可以开价20万 你要不要 最后呢 以色列说 那我可以给技术 我可以给食品 但现金我们不能给 所以这样呢 就没谈诚 果然的朝鲜 就把这个核技术 卖给了叙利亚 这样的叙利亚 开始就开始建设了 核基地 以色列就发现了 以色列卫星呢 就发现了 于是就在2007年9月6号 七架F151战机 和数架F16战机 和一架电子干脑机 借着夜空悄悄的 就采取低空飞行 就来到了叙利亚 然后对叙利亚的核武器的设施 进行了精准打击 轰炸 这样欲全部摧毁 我说到这里 你觉得金正恩还傻吗 好 我们最后说说 人民领袖习近平 为什么习近平要国进民退 为什么要搞战狼外交 为什么要支持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呢 很多人不明白呀 有一位高人 是许良音先生的儿子 叫许 陈刚先生 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教授 他呢 就告诉了我 真实的底牌 他是这样说的啊 发展经济本来就不是共产党的目的 无论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他们跟习近平都是一样的 大家不要以为邓小平发展经济 就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 不是 他的目的是为了挽救共产党 所以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发展经济的目的都是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 和平演变呢指的是来自内部的私营企业 来自私营企业家 因为中产阶级壮大 私营企业的发展的一定程度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他当然需要推进民主自由 这是共产党最大的威胁 他为什么要发展国有企业呢 因为国有企业共产党是老板 就没有这样的要求 这就是习为什么要打压民营企业的原因 而颜色革命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影响 发达国家推进宪政民主 然后呢支持一些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从苏联分离的 以前的加盟共和国 进行政权的更迭 最终走向宪政民主 这都是中共害怕的 当中共的这种担心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它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紧张的时候 韬光养晦就不能再做了 韬光养晦因为是有前提的呀 也就是不担心颜色革命 一旦颜色革命的威胁越来越大 这个国家都没有了 共产党都没有了 我说的国家是中共党国 不是说中国 中国永远存在 都没有了 那你说它还能韬光养晦吗 只能亮剑 这就是战狼外交的原因 为什么要搞战狼外交 为什么把国际关系搞得一塌糊涂 因为韬光养晦走不下去了 所以说中国今天这种衰落 不是习近平一人的愚蠢 也不是他一个人发神经 而是整个中共的愚蠢和发神经 是他的基本目的决定的 中国为什么要支持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呢 是因为乌克兰曾经是颜色革命的爆发地 很多人认为俄乌战争 中国支持俄罗斯是地缘政治 这当然有地缘政治的一面 但真正担心是颜色革命 在防止颜色革命这个问题上 中国跟俄罗斯其实是同命相连 世界上有三个大傻瓜 他们真的很傻吗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 明天咱们接着聊